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媒体打开讲 那么在直播室当中为我们作证分析的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 欢迎何先生加入 那我们先进入到新闻主题 跟大家来看一看美国大选的动态 距离美国大选还有两周的时间 特朗普加快了宣传的步伐 在昨天也就是19号的时候 他来到了亚利桑那州 一连举办了有两场竞选造势集会 那到底在两场集会当中 他发表了哪些观点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快速掌握一下 10月19号在亚利桑那州 举办的两场竞选集会上 特朗普多次救美国的新冠疫情 批评他的民主党对手拜登 和传染病专家福奇医生 特朗普谈到 大家和他自己本人 都已经验证了新冠疫情 特朗普在随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指责了夫妻曾阻止他关闭边境 以及在疫情初期 没有建议民众戴口罩 同时特朗普还顺便嘲笑了拜登一番 因为拜登想要听取福奇的建议 无独有傲 此前特朗普无论是在推特 还是19号与他连任竞选团队当中的团话中 都多次炮轰福奇 对于特朗普的指责 福奇则在接受采访时回应称 应对新冠病毒是自己 真正关心的唯一事情 就像教育中所提到的 就我而言对视不对人 他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 照顾好美国民众 从10月初我们看到特朗普 从佛罗里达州到现在亚利桑那州 竞选的力度和密度也都不小 但我们看到民调上好像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反而是在增长 所以双位数领先 但这个是怎么回事 特朗普越去拉选票 反而民调越低 还有一点 在竞选机会当中 特朗普比如说把炮火冲下拜登 我们可以理解 他现在冲下福奇 会为他有一些加分项吗 王先生 因为特朗普运气很不好 所谓运气很不好就是 他遇上了百年不遇的 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本来我们是可以这样讲说 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的话 那么今年特朗普要竞选连任的机会 要大得多 现在他分现场上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他现在你看他矛头总是指向福奇 你说与其指向福奇 他不如说指向疫情 所以他总是把新冠疫情 病毒说成是所谓中国病毒等等 看得出来他对于这样一场 我们说这个灾难是 新冠肺炎疫情当然是个灾难 他对这个灾难他是非常不满 因为灾难完全打乱了 美国的正常的生活和经济 也打乱了他的竞选连任的大忌 所以他一切都从这点出发 他自己很清楚 对他竞选连任最大的敌人 其实不是拜登而是这个新冠疫情 而且因为他没有处理好这个新冠疫情 所以他就甩过 要么就甩给中国 要么就甩给你还甩给专家 我们说福奇是专家 对不对 福奇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当中 他不是一个政客 他是一个专家 但是他的福奇非常不满 就因为福奇 在我看来福奇提的那个意见是专业的 是正确的意见 因为我们不懂这些 但是他老实说 因为他觉得福奇 他没有采用福奇的这个意见 他反而把这个福奇说成是一个灾难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我觉得美国现在这个选情 就像有专家说的 这已经不是你支持谁 而是你反对谁 所以他已经变成了一种 好像一种全民公爵 今年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这个投票率最高的一次选举 而这次选举当中 就是民众更多的可能 不是说对于川普本人 或者对这个拜登本人 而是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对于这个川普本人 处理这个新冠疫情的 800万是吧 我相信恐怕再过两个星期 850万甚至900万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你是白人是黑人 你是共和党民主党 总之如果是你 你是一个美国老百姓 你看一个你对美国政府 你对现在这位总统处理疫情 你觉得可以满意吗 你觉得应该让他继续来处理疫情吗 他把所有的专家 他都说成是傻瓜 是蠢人 是笨蛋 是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 所以看美国老百姓 如果你是美国人 你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疫情的问题 因为疫情带来了经济的衰退 疫情又使得美国本来就存在的 种族的关系就更加紧张 所以这个川普也没有错 就是他知道这个问题非常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重大的危机 但问题是他的这个看法本身 处理危机的这个方法 他在我看来绝对是错误 知道是问题 只能抱怨问题 就不能解决问题 对 好 那我们看了这个共和党一方 看一看民主党这方 有什么动态 没错啊 就像刚刚和先生讲的 疫情对人可能是人人平等 但对于候选人来讲 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当川普在亚利桑那州 拉票的时候 同一天民主党也没有闲下来 美国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Harris就去了这福罗里达 这福罗里达来拉票 要鼓励选民快点来投票吧 好 这个潮湿的佛罗里达 让贺锦丽的脸也是脱装了 非常的嗨 她在里头讲的还是不免俗 要攻击一下特朗普执政失败 演讲中还讲到 特朗普对于经济成功的衡量标准 是以股市为基础 而拜登团队会关注在 工薪阶层上面 而对于说特朗普来讲 他要连任成功的话 佛州就是他必须要拿下的州份 而作为大选的关键摇摆州之一 19号起福罗里达就开放了提前投票 选民很踊跃 而有票站要等三个小时 才能投下一票 根据不同的民调公司 所做的一个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福州的 支持率是47% 而拜登的支持率是49% 所以两个人差距非常小 我还是很好奇 你看他在摇摆州的民调 看起来是不向上下 在全国范围之内是有一个差距 另外我很好奇的有一点是 今年美国大选投票方式 你看有提前投票 还有一些是什么邮寄选票 再包括说平时正常的 这种选举方式上的变化 会对这个结果有影响 您觉得 肯定会有影响 现在我担心的就是 因为美国的这些政治分析家 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拜登除非是压倒性的胜利 比方说75% 他如果比川普多750万张票 或者是多500万张票 就是无可争议的 但是如果他只多100万 或者200万张票的话 那么第一 他肯定会有引起这个很大的争议 而且这个川普早就把话 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我不会输的 我输的话就是拜登搞鬼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还提出一个问题 对美国以外的人 我们观察美国的这个选举 这么多年 那就是美国这个政治 对美国这个选举制度 其实它非常落后 非常落后 怎么讲 有这么选举总统的吗 你不是 选举总统很简单的 就是每人 以合格的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 那就是最民主的制度 像法国的 像俄罗斯那个总统选举制度 就是民主的 对不对 当然也有人说 可能不是那么 但是你跟美国一比的话 那是非常明显了 所有合格的这个候选人 你都可以投票 那么然后呢 由这个选举委员会确定 比如几个总统候选人 然后全国一人一票选出来 第一轮投票 得票超过一半的人就当选了 如果第一轮投票 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一半 那么得票最多的两个人 再来PK 法国几次都这样 那么俄罗斯呢 最近几次 就是普京 你像上次选举 他是 他其实过半 他是有点勉强的 所以他胜选之后呢 因为他说是大选 其实是流眼泪了 就是说这种选举都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那种选举 就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你知道吗 全国的选民在哪 对不对 你就一人一票 比如俄罗斯是11个总统候选人 那选民就在11个总统候选人当中 选出你喜欢的那一个人 不管他属于哪一个党 我觉得这是最民主的 其实美国 美国人当然不蠢了 美国的政治学家 早就说了 200多年前的那个设计 在当时也许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看来 已经是很不合理的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 我觉得他已经没有办法 自己来修复 美国人肯定不蠢嘛 你说 所有收购教育的人 都因为你把美国的 这个选总统的方式 跟法国跟俄罗斯 做一个对比 哪一个更民主 哪一个更公平 而且哪一个效率更高 我想不用多问的 但是美国好像很难 美国没有办法去改变 这样的一个 各州这个 就是你先要把票 选这个投给 选举人 对 然后选举人 绝大部分的州 还是这个赢者通吃的 对 对不对 所以他并不 所以才会产生那种 选票多 结果还是输的 像上次那个希拉里 克雷德那样 因为他这个选举人票 他没有那个川普多嘛 对 但是没关系 稍后我们美国大选 还会继续再深入聊一下 对 待会来要聊的呢 可是这辩论会了 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场辩论 听说这一次 不听话就会被禁音 怎么一回事呢 待会来继续聊 真的是要进入倒数 即时了 美国总统大选要登场了 不过登场之前 最后一场总统大选辩论会在美国的时间 10月22号的时间 也就算了一下是北京的周五早上 在田纳西州的贝尔蒙特大学来举行 由于说10月15号本来要举行了第二场总统辩论 因为川普他染上了新冠肺炎 所以取消 所以直接就进入了最终场 不久之前那一场首选辩论 那两位的候选人都在想怎么插话 那很随意的 这一次可不行了 因为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 19号宣布修改了规则 两位的候选人 其中一个人在发表着辩论主题开场白的时候 对手的麦克风就会直接禁音了 所以到时候就不会再出现像 第一次这么乱的情况 不过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 在打开是于辩论的部分 这个情况可能就会跟第一次一样 就这样互相交叉来打断对方 但是如果你打断对方的话 接下来辩论的时间你就会被扣除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 也公布了最后一场总统辩论的六大主题 分别是抗击新冠疫情 美国家庭 还有美国的种族问题 气候变化 国家安全和领导力 辩论将会分为六个部分 每个部分持续15分钟 每一位候选人在主持人提问之后 都有两分钟的回答时间 而之后会开展辩论 其实我们看到这场辩论 刚讲这么多的规矩 对不对 那这一次民主党的候选人拜登 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 他们要用自己的方式来研制一代 赶快来看一下 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倒计时两周时间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宣布停止三天公开活动 全力备战下一场美国总统辩论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继续在全美各大州 举行造势活动 特朗普表示 举行造势活动与接受媒体的提问 就是在为辩论做准备 下一场辩论的主持人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记者维尔克 辩论还没有开始 特朗普就形容维尔克 与大多数假新闻媒体人一样 是可怕 不公平 激进的左翼主持人 特朗普的竞选顾问米勒19号表示 如果维克尔不在辩论中提到 拜登儿子亨特与乌克兰的业务往来 那么特朗普就会主动质问拜登 他是犯人 他被捕捉了 他被捕捉了他的电脑 你知谁是犯人吗 你就是犯人 凤凰卫视 网评如 网天意 华士顿报道 我这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看到这个媒体分析 说美国最后一场总统 候选人的辩论 并不会改变选情 那么这场辩论的意义何在 就是既然说不会对结果有影响 他的意义何在 另外一个是 就是主题已定六大选题 您觉得特朗普在哪几个选题上 最有可能有优势会对拜登 去发一些狠话 首先就是这是一个程序 既然是程序 你一定要走完 实际上美国恐怕大部分的民众 不是有这个数字说 除了3%的选民 可能没有拿定主意以外 那也就是说 这个决心去投票的民众 绝大部分他已经 已经决定了 我要投给谁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不会根据这次 这次的辩论的结果 这影响应该是不大的 但是既然这个程序是这样 那这也是一种规矩 你肯定要服从这个规矩 那至于说几个议题里面 我觉得对川普来说 他可能最拿手的 可能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很善于把国家安全 而且国家安全 他可以因为像这个疫情 什么经济这几个方面 经济方面他本来 他是我说的没有疫情的话 川普一定说了 我当总统以来 这个经济就最好的 股市一定最上旺的 这个失业人数是最低的 但是现在这个话 他都说不出来了 所以他可能还是 拿国家安全来说事 当然他每一个议题都会说 你包括这个 如果他要攻击拜登的话 他也是拿这个拜登 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交易 那么就归根结底 这个一个是跟国家安全 一个就腐败了 可能就这几个方面了 因为这次规矩 也做了一些这个改变 但是我不知道 他跟这个这位女主持人 之间会不会有发生这个传统 这可能会让观众 会觉得非常期待的 就这种这个语言上的交锋 就是 他不是在跟这个拜登 并论 他不是在攻击这位女主持人 女主持人 这个拜登 不 就川普完全做得出 这种事情来的 对 所以这个辩论本身 真的是不会决定 这个选举的结果 还是让人们看这个 就是两位老男人之间的 这个沉枪折战吧 另外我还看到一点 这个特朗普说 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外交的话题 加入到这个选题当中 当然可能这其中 并没有包括这个外交 但是国家 国家安全要 肯定可以放在 跟外交可以 当然可以揉起来 那您觉得 他既然是想辩论这个话题 认为可能自己做得不错 您怎么去看 他有可能把中国话题 又撤进来 他有可能把伊朗的话题 又撤进来 或者就让美国重新强大 什么诸如此类的 是吧 用这些来刺激 他的这个支持者 其实我觉得 他的支持者很了解他 他讲不讲 都会支持他的 反过来讨厌他的人 他讲什么 他们都会讨厌他 所以这个辩论会 真的只是一个程序 你必须要走 是 那么在这次辩论会当中 其中一个话题 说了是疫情 我们就看一看 这个疫情最新数次 截至目前呢 说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达到了845万 已经超过的数字 而单日新增 在18号呢 是接近7万宗 这跟高峰时期的 一些确诊数字 是接近的 那从今年的9月底开始 我们看到全美疫情 就开始朝着 第三个高峰方向发展 有42个州 这个住院率上升 医库人员不堪重负 还有医库人员 是因为压力太大 在办公室里 直接崩溃痛哭 那么有美国传染病的 研究专家 就在采访中表示说 未来的6周到12周 是美国新疆大流行 最黑暗的时期 那单日新增 可能会超过7万5千例 那他还指出 说面对严峻疫情 美国各界 还存在着不同声音 一半人对疫苗 持怀疑的态度 我看听起来很不妙 6到12周 疫情还在高峰 那等于选完了 就还在继续蔓延 那何先生 你看川普这样子的 一个态度 对于自己的抗疫队长 福奇这样子的态度 那您认为 如果说他真的是 好 举例 今天有一个案例出来了 他明显上了 那他对于疫情 会更消极吗 他对美国来讲 只反正我只剩几个月 我就要走了 但是川普 当时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心理素质 是很强的 他是一个 绝对不会认输的人 他也一定 他只要做 只要他在白宫 他一定到最后一天 他还会做事情 甚至他可能会给 他的一个接任者 制造一些麻烦 这种事情他都会做 他不是那种 料挑子的 这点我们看到做总统 将近四年以来 都是看得很清楚 当然我觉得 感恩节是在11月吧 Thanksgiving 是11月吗 Black Friday 11月 对 对对对 OK 所以那根据刚才美国那些 卫生专家们的预测的话 就是未来那六个 四到六个星期 才是最黑暗的时期 所以我为美国人民感到很 就很同情他们 他们可能要在这样一个 黑暗的这个时期 来度过今年的感恩节 这可能美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一个感恩节 不管谁做总统 到时候就要看 哪一个人上了之后 他们能不能真心感恩 觉得可以度过这个黑暗 然后感到黎明来临 对 不懂 韩先生你看 你看你刚问说这个差不多 离900万多远 845万现在 你看每天7万的话 对 7749加起来 一周就可以超过900万了 选前应该就是 所以11月3号那天 对 肯定是超过900万 有没有一种可能 韩先生就是这个 特朗普有一个杀手锏 比如说再过一周 拿出新冠疫苗 这样的一些疗法 或者说是这个疫苗 这样的方法去这个 拿出来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美国很多人反对疫苗 不是反对特朗普 是反对疫苗 这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一些 就是美国社会里面这种反制 对吧 而且反对疫苗 反对疫苗它不是反对新冠疫苗 所有的疫苗它都反对 比方犹太人里面 有一部分犹太人 因为他们认为疫苗 是反上帝的 那这是一种 我们无法理解的 当然我尊重他们的一种 作为信仰 但是如果你作为信仰 你说疫苗 它是 我们说疫苗是科学的 对不对 它本来跟你的信仰是没有关系 但是他们认为疫苗违反他们的信仰 所以说专家们统计说 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人口 包括家长 他是不给自己的孩子打疫苗的 那你说 就算美国 美国这个研发出了 按他们说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疫苗 我现在也不讲这疫苗谁给钱 是自己掏钱还是政府花钱 但是如果还有五分之一的人 不愿意这个中疫苗的话 那你怎么去从根本上 去防止这个新冠这个疫情 这很复杂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两天之后 这场辩论到底有哪些焦点 我们会持续关注 好 休息片刻 回来之后呢 佳先生将会带来他的一个特别观察 稍后有话继续讲 好 欢迎回来 如果说10月18号是一个什么日子 这样的问题问出来 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摸不着头脑 其实这个日子背后有一段非常惨痛的历史 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地深思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北京直播室的万俊和杨慈 请他们两个为我们做一个打理 两位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北京时间 其实昨天呢 我们跟大家已经稍微分享了一下 今天我们要特别聊到的这个话题 就是在1860年的10月18号 我们被称为万元之元的圆明园呢 是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 这也成为了中国人以后永远的民族之痛 没错 那么走到今天呢 圆明园的原貌 通过一个高科技的手段进行了一个复原 可以说是重新地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但是呢也是引发了一个讨论 那就是是否应该重建圆明园呢 今天相关的话题 我们邀请到了专家朋友和我们一起探讨 今天邀请到的是 著名旅游社会学者 中国蔚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 刘思敏先生 来和我们一起探讨 欢迎您 欢迎 好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 欢迎刘先生跟我们一块来探讨 有关圆明园的话题 其实在10月18号的这一天呢 正好迎来了 圆明园的160年的这个周年纪念 在这一天 圆明园也免费为所有的公众开放 所以很多朋友们来到圆明园进行参观和游览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心情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 因为今天是10月10日 18日是圆明园离难160周年的日子 今天是第一次带小朋友来圆明园 希望他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接受一点爱国主义教育 让他知道我们现在幸福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 要记住自己的实验和责任 争取强大我们的祖国 使我们的祖国以后 不要再受到累死悲惨的事情 这样的心情会很复杂 因为尤其是在护照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场景 是真的让人难以想象当年古人的智慧 但是现在的话对比的话 因为有过火烧的痕迹 包括有各种的断裂损坏 然后你会发现新旧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然后会让人更加的 就是能够深思 把当年我们的确是真的印证的那句话 落后就挨打 我觉得可能在全中国 圆明园属于为数不多的这样一个景点 就是你去了之后 你看到的感觉并不会很轻松 你反而会觉得这种历史的重担 就加在你的身上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 因为在我们面前看到的都是断壁残垣 你要想想它曾经是多么的富丽堂皇 多么的流光溢彩 所以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去过圆明园 我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去过圆明园 但是你知道小的时候 我们在课本上会了解到圆明园的那样一段历史 但是我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去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我说心情我就是怎么样的分享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 我是不太愿意去 我宁愿去回避 因为看到了之后 就是心情会更难受 你不像颐和园也好 故宫也好 你看到是完整的 保存到现在是很完整的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你到了圆明园 你看到真的就是断壁残垣 心情不一样 真的是心情会很难受 刘老师您是去过那个圆明园 那当然 我应该说以前去过很多次 但是也有20年没去过了 也就是说出到北京的时候 非常喜欢去这个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 但是感受跟你不太一样 你可能愿意去回避 对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看见故宫的那种威俄壮观 我当然是一个非常激动 圆明园的那个 就是义和园的那种山水 那也是非常爽心悦目 但是圆明园当然 他的戴墓的感受是反差 对比非常的强烈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历史 真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号称5000年的文明史的这么一个国家 那当然了 这个历史的遗存是非常丰富的 历史书也是汗流冲动 那当然了 在这5000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我们的民族 它肯定有辉煌 也有就是说 灰暗的时刻 甚至是至暗的时刻 没错 没错 那么当然这个圆明园的话 实际上就是至暗时刻的 一个历史的见证 所以我觉得的话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后人 应该这个不能猜对历史 有那种虚无主义的那种表现 对吧 所以我们得直面 无论是它最辉煌的时候 还是最黑暗的时候 都要看到 这样的话要完整地 去了解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国家的历史 我想想的话 可能对自己未来更好的 去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我想才有帮助 强调这个单方面的 或者片面的强调 任何一面或任何一个极端 都不是这个就是真正正确的 对历史的态度 就是说阎明园呢 它其实作为一个历史的印记 它在那里 虽然会让我们觉得反差 但是它会让我们铭记历史 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包括我们刚刚也知道 就是每年的这个10月18号 它这个圆明园都是 对所有的公众是免费开放的 所以说您说 这对于圆明园这样 作为一个景点来说 是不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免费日的推出 它肯定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还特别对你没有去过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那圆明园是没有围墙的 是不收费的 每天都是免费的 而且应该说 它对激发那个爱国主义热情 就是因为看到历史的真相 那个时候就说 那个就是对比 就更加的强烈 你会觉得就是对准惨状吗 那现在毕竟这个园子 因为加了围墙 做了不少的修缮 就是虽然园林的那个层次 还不是特别高 但公园的感觉已经非常的强了 所以再加上很多一些 一定的娱乐的一些设施 实际上就是那种 对历史的那种厚重感 历史带给你的那个强烈的那种 就是对我们的黑暗历史的那种刺激 它实际上是就减弱了 减弱了 所以我最近有20多年是没去过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很大原因 因为以前的话就是有外地有朋友 因为我是成都人 对吧 就是大学毕业来到北京 那有同学啊 有朋友啊 有老乡来北京 以前是我必然是要陪他们去圆明园的 但是最近2014年 也很少有哪个老乡或者朋友说 那你带我去 我一定要去一下 现在有了这个免费日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良好的开端 就是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啊 对于就是引起大家对它的关注和兴趣 是很有帮助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免费日 以后可能更多一点会更好 不要一年只有一天 是 我相信很多人去圆明园 也是为了再次回忆起那段历史 因为历史我们一定要铭记 特别是圆明园 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 而且受到那些年 就是列强欺凌的那段历史 真的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那段 令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吧 别忘了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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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当我 医院 全部 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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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评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这一段的画面就让人真的能够回想起当年 就像刚刚刘老师说到的这个至暗时刻的这样一个点 回到那段历史了 对 就回望再回望过去 您觉得圆明园今天在跟人们诉说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呢 就那个时候圆明园当初被烧 跟老百姓关系并不特别大 因为它是皇家园林嘛 是皇帝游玩的地方 那么现在它就不一样了 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确实从另外一讲也代表了 就是我们曾经的造源这个艺术 因为它也是文明的一种成果的一种呈现 但同时由于那场战争 它是一个战争的流下的一个废墟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中国跟外国的碰撞 交流的历史中 它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案例 实际上是值得所有人来反思的 不光是我们要反思 因为法治都要反思 就是说两个文明之间或不同的文明之间 它在交流的时候 交流有很多种方式 我们势头之路 所以现在我们在势头之路 还是在基础上我们搞了一带一路 但是另外一种 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就是强权的方式 就是战争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不能简单地去解读它 其实圆明元这三个字 也许对于我们的祖辈 或者再更久远一点的人来说 真的就是这一个字叫痛 不能言说的痛 但是对于圆明元 接下来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 大家又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难题呢 有人说我需要来复建圆明元 但同样也有人说 我不应该来复建圆明元 围绕着圆明元的争议 还有很多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继续聊 稍后见 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跟大家再来聊聊圆明元 圆明元离难 距今已经有了160年的时间了 那么在现在和未来 我们又该如何来面对圆明元呢 可能是摆在我们面前 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这个问题 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一直以来 围绕着圆明元 其实有关的讨论 专家学者的意见 各种各样 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比较主流 一个就是废墟派 主张是保持原貌 反映历史的沧桑 另外一方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复建派 认为圆明元应该重新展现 当时的盛世辉煌 那么在数年之前 其实发起了一项网络调查当中 77%的网民选择反对重建 理由就是保留圆明元 焚毁之后的残疾 可以警示国民 勿忘国耻 但是无论重建与否 加强圆明元遗址公园的保护 都是一项紧迫的人物 而现在圆明元之内呢 一共有86处地面可见的遗存 而所有这些遗存 都在不同程度上 需要经常性的保护 其实这些件我们都发现啊 就是社会上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是否应该重建圆明元 你是支持还是 我其实就是不支持 他再次进行一个重建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历史的印记 摆在那里 如果他重建了 可能我觉得那个意义 可能就会变味道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刘老师跟 俊哥是怎么怎么认为 我觉得你的水平 已经超过了很多专家了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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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的态度 其实刚才前面讨论的时候 我已经实际等于表达了 对吧 我用脚投票了嘛 刚来北京的时候 对吧 我是自己经常去 也愿意带别人去 给推荐别人要去 那现在20年没再去过了 对吧 就因为他部分重建了嘛 对吧 而且是官亲们修了围墙了 围墙了 那么所以说对于这个 那个圆明元 究竟该不该重建 我的态度是无比坚决的 而且写过 写了好几篇相关的文章 您最主要的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 反对的原因就是说 那个倒不是说 那个要不要恢复那个盛事 那肯定很好 能恢复当然好了 对吧 就在于是我更强调真实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制造技术 各方面都是非常先进的 而且各种体验也非常之多了 但是你每个时代 有每个时代的那个痕迹 每个那个就是我们是通过 这些痕迹来判断 它是哪个时代的东西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 那个中国的这种园林 专目结构为主的 它是属于就是 相当于说 再加上我们 你看这个改朝换代非常多 就是那个历史上的 这种王朝的心地 各种天灾人祸 甚至导致我们很多很多的 那个民生古迹 什么千年古差 什么之类的 都其实呢 都是属于从历史追溯 它是可能几百年 甚至是三千年 但是你最后看到的这个东西 基本上也就是 百八十年的这个历史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在历史上 我们的一些文物重建 是正常的 没什么不对 所以现在一些专家想到 要把它重建 也没有太大的不对 但是呢 问题就在于是 你那些专家 你为什么能够看到故宫的 你说这部分是明代 那部分是清代的 你山东的 更典型的山东的孔庙 那孔庙的话 你为什么这是宋代的 那是明代 那是唐代的 那是清代的呢 实际上就是它每一个朝代 它在这个就是都有改建和扩建 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它实际上就像 保留在原有的基础上 在原之上 所以就是说 但是这是我们以前的这么一种 那个文物的保护和传承的 这么一种方式 但是现代文明的话 那个就是应该说 虽然就是一方面是西方的 这些建筑 因为是石头建筑比较多 这个本身占点优势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他们形成的理念 我认为其实强调文物的真实性 是更好的 那么现在看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清朝在北京流行的皇家园林 多了嘛 天潭 北海 然后中南海 以及义和园 这些哪一个 你说你能说比义和园要差吗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你把那个 因为你任何一处古迹 或者是一个景点 或者是一个文物 你的架子是比较存在的 你得有你独到的地方 对吧 天潭独到的地方是寄天 没错 对吧 那个义和园 那但是是下工了 很多说的 但是他们其实风格是相似的 那么圆明园的话 如果你重建之后 你不重建 你是个废墟 你是跟它比较而存在 你是非常有特色的 你复建以后 你只是皇家园林的一个 还有成德的避暑山庄 对吧 所以我就说你的 反而失去了它其他的内涵 对 没有特别性 对 那对于这个文物的复建 有没有必要呢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圆明园和北京大学在联合 它在做一个叫做 石刻文物数字化存傍工作 这是不是在未来 是一个比较可行的 太对了 所以因为就是 很多文物专家 比较关于文物 修旧如旧什么 这些都其实很多听起来 都是听上去很美 实际上都实现不了的 你比如说那个 武汉的那个黄鹤楼 你到黄鹤楼去 你看它的一层 那是我老家 你老家是吧 它有那个就是 有一个展示展览 就大概我印象中 有五个黄鹤楼的模型 黄鹤楼的模型 也就是说历朝 它又多是心肺 好了 你说你修旧如旧 你如哪个朝代的旧 如了这个模型 就如不了那个模型 对吧 如了清代的旧 如不到明代的旧 如明代的旧 如不了宋代的旧 就是唐代的旧 好 这就说明我们很多东西 其实很多是 那个是是而非的 所以我现在认为 其实这个就是 某一个具体的民胜古迹 特别是那个古建筑 它的复不复建 不重要 所以你千万不要说 这如何重大 我觉得要做的是什么 要做的就是 刚刚你讲的 一个就是一个区域的风貌 你怎么能够 起码地里空 风貌能够保存 最起码你把地里空间 给我留下来 你比如说 现在北京的中轴线 那中轴线 其实你修了一些高楼之后 你就没有了 你再把这个时候 你修过永迪门 这个城楼 起来的话 它就像一个盆景了 对吧 这就是风貌被破坏了 所以你说风貌的破坏 还是不可逆转的 这才是需要那个保护 第二个 对于具体的那些 各单体的建筑怎么办 就像你说说的那种方式 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数字技术 这么发展的全息技术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过去的那些工艺 这个古建筑相关的文物 相关的资料 用数字技术 不厌其烦地把它记录下来 什么时候论证清楚了 什么时候国家富裕了 就是我们社保也解决了 医保也解决了 对吧 我们的教育各方面都很好了 我们有闲钱了 对吧 我们再来做 那个时候可能技术更好了 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再做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话 我根本 我觉得就是去追求 所谓的圆明园的 完整性这种迷目 就是本末倒置 完全是本末倒置 对 我们可以不追求 它的这个实物进行复原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 比如说全息影像 把它虚拟 从现在大家面前 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文物这个数字化 其实它也是一种发展的趋势 特别是最近有相关的一个展 就是互联网家 中华文明数字体验展 9月26号到10月25号 是在首都博物馆开展 那么这场展览 就是通过数字化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互动 来让数百件的文物得以实现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如果可以时空漫游 你选择去哪 是踏上丝绸之路 经古式信使说一个迷人故事 它带你漫游于历史星河 探寻古老的源头 还是置身于蓝亭 感受曲水流伤 是重回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遇见骁勇与谋略 中华文明的历史远远流长 闪闪发光 你要和我来一场 文物的时空漫游吗 其实通过这种科技手段 我们能够让历史和现在 有了这样一个时空的交错 刘先生您怎么来看 接下来这种数字化 或者科技的手段 对于这种历史的保存 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哇 太重要了 就刚才我说了 你看你这个 因为有些是技术不成熟 有些是条件不成熟 有些是财力不够 对吧 有些孩子的话 还没想明白该怎么复建 因为它历史信息非常之多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之后 这个就可以慢慢来商量了 那么现在的话 就虚拟技术的话 对于旅游的增强体验 而且还有获得特殊的体验 它是极为有效的 你比如说那个 你就算你比如敦煌 墨高窟 里面的壁画非常的漂亮 请问它属于保护的目的 它能够对每个窟都开放吗 还有每个窟都给你搭个架子 你去看 放大进去看吗 不可能 结果你看 人家搞了一个数字敦煌 这段话就是说 你任何时候去敦煌 你都可以看到 首先你可以先去实地 看几个代表性的窟 但你可能没看仔细 最后到数字敦煌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去一个 数字技术的数字博物馆 看得更加的真切 就增强了你的体验 还有你看不到的 那就丰富了你的体验 就是自然景观 其实也是这样的 都这个道理 所以就是对于文物来讲的话 它尤其如此 因为你不可能说一个地方 我时间有限 我去很多次 自然景观也是 你说我一年四季都去 不太可能 这个虚拟技术应用到文物保护上来 除了保存它历史文化信息之外 对于它的充分的利用 是非常有重要的 刚才我说 对于游客来讲的话 那是事半功倍 虚拟有现成的触摸 又可以通过非常完整的 你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我倒觉得 圆明园它实在 可以用这种比方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这种技术 然后当然圆明园 它也存在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现在收回了很多文物 可能就是没地儿放 你要说建个小型的博物馆 这是可以的 然后加上虚拟的技术 数字化的技术 数字技术 我觉得就可以了断 圆明园复建的迷雾 对 正义也可能就没那么大 我们对于历史的复原和保护 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技术和手段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探讨的 唯一一点就是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当然了历史也不应该 必须去改写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 刘思敏老师 在我们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评论分析 这才是我们时代的荣耀 没错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再交还给香港的各位 交给你们了 好 谢谢三位 我们接下来换个心情 转角看到爱 团结跟互助的力量 在动物之间是怎么展现的呢 连可爱的小猫咪都懂得 怎么去关爱 怎么去团结 何况我们人类呢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透明时间我们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